但除了奧運賽場 在中東恐怕也有一場戰事 是一觸即發 我們要請教朱老師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已經發出警告了 他說伊朗跟真主黨 可能會在24小時內 就對以色列展開攻擊性的 暴復性的攻擊 確實 這件事情 真的大家要去注意 真的不要覺得 這兩天股市在反彈 如果真的戰爭爆發了 另外一個變數 對 大家不要忘了 4月份那時候伊朗就一次暴復 台股盤中曾經大跌1000年 大概後來紀錄會破了 我們一點都不希望再創紀錄 可是這件事情 你真的要去小心 因為一定會打 只是規模的問題 一定會打 因為我伊朗面子問題 你已經打我了 我不報復 那我就被人家看小了 我一定要報復 可是問題就是 到底規模會多大 所以你看 早在八月四號 那時候拜登就已經說 伊朗要打了 結果沒打 換川普就說八月五號才會打 八月五號也沒打 現在換布林肯跟你說24小時之內 你會說是不是又是狼來了 我跟你講 這次伊朗自己說了 48小時之內我們會動手 可是他說了這句話以後 已經過24小時了 所以也就是說未來24小時 可能在24小時內 真的就會開打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你要去注意到的 要動手的不是只有伊朗 還有真主黨就是黎巴嫩的部分 而且真主黨自己宣稱說 我昨天就已經發動 無人機攻擊以色列的北方了 雖然以色列沒有承認 到底有沒有真的動手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會告訴你 這時候基本上兩方都會同時打以色列 這個問題就大了 你不要以為只有兩方 還有可能有誰呢 伊朗跟他的代理人 代理人又是誰 胡塞組織 夜門 這可能又是第三方 也可能會加入 也有可能會加入 好 那你以為只有三方嗎 No 還有可能更多 誰 俄羅斯 當然他要直接參戰的可能性不高 可是你可以特別看到 俄羅斯的國家安全 這個理事會的秘書長 跟伊朗見面做什麼事情 我提供你武器 跟雷達 跟防空系統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些不管是這個黎巴仁的真主黨 或是夜門的胡塞組織 背後其實是伊朗 可是伊朗背後的總竟人 就是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你看到 現在等於是什麼 我坐實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都是傳言 但是他現在已經主動出現在伊朗 而且跟你說 我要提供你這些武器 那不就是俄羅斯要加進來了 他不會自己動手 我覺得他自己動手 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他提供這些武器 還有一個沒有在我們這裡面的 叫做什麼 中國 還有中國 中國也在提供伊朗 他所需要的軍需 所以這時候美國當然就很緊張了 所以美國的航母跟逆中戰機 已經都趕往這個地方了 哇 那真的是一觸即發 對 那所以現在我們就 剛剛我說的戰爭一定會打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規模有多大 對 如果只是伊朗或是這些他的代理人 真主黨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是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但我們不希望戰爭 但有可能會加入夜門 俄羅斯跟中國 對 如果其他背後的代理人通通都進來了 那我跟你講 已經不叫中東戰爭 甚至會變世界大戰了 當然我們說 這種事情我們絕對不希望發生 我相信不管是俄羅斯 或是中國或是美國 絕對也不願意 可是你想 美國已經把航母跟逆中戰機 都拉過去了 你不是擺明 你真的就要動手幫以色列嗎 為什麼 來 我們看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 在美國時間7月13號的時候 川普遇刺 可是那時候第一時間還不曉得 到底是誰動手的 那時候就有兩個傳言 一個說是中國 當然很快就說沒有 可是另外一個就是傳言是伊朗 因為就在前一天 我們剛剛說 在7月13號川普遇刺 可是這是在7月12號發生的事情 什麼事情 巴基斯坦的這個男的 就是你知道這個叫做麥錢特的這個人 被美國的聯邦大小姐給抓了 他本來要跑了 因為他其實早在4月就進入美國 做什麼 準備買凶刺殺川普 所以美國也真的是厲害 他已經聽到情報了 聽到他爆出消息 我要買凶 結果呢 真的電影的情節 FBI的人冒充凶手去應徵 當場就人贓巨貨 抓到了這個人 所以呢 一開始我們剛剛在想 為什麼當時美國的特勤局 在保護川普的時候他們疏忽了我想 可能跟這件事有關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情質已經被 已經被破了 所以想說應該沒有人要殺川普了嘛 結果沒想到突然冒出來那個人 所以那個我們就不多說 所以你看到這整件事情 不就全部都都在一起了 所以呢對於臺灣來說 我們要注意的不是只有這些事情 我們當然戰爭不會跟我們有直接關係 但是間接關係很大 什麼 來我們往下看 是不是就是同膨 因為剛剛朱老師有說了 一定會打只是規模大小的問題 是的 好 所以直接影響的就是運價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都告訴你 運價準備要漲了 因為一旦再打下去 絕對沒完沒了嘛 所以我們先直接看到右邊的這個報價 你看這是我們航港局的官方資料 要大家知道這個運價基本上是一個禮拜一次 也就是我這個禮拜報價是這樣子 一個禮拜都一樣 下禮拜再改 所以目前的數字是八月一號的 所以最新數字還沒有出來 所以你看到八月一號的時候 基本上都還是跌 可是今年以來你看到這個漲幅 基本上都是三位數 就是還有四倍以上 如果以綜合指數來看是兩百二十六趴 所以你從這個指數 這個大概就是過去一年的 你看到平均運價指數 原本大概一千多 現在已經曾經逼近六千 好不然你看到這個尾巴下來了 現在告訴你又要翹上去了 所以如果運費真的持續漲的時候 歐元區六月份 其實已經降息過一次 現在擔心如果整個運價上漲的時候 運費是不是又帶動了再一次的通膨 所以歐元區已經說了 有可能我們暫時就不會再降息了 那大家更關係的 可能美國也說九月要降息 會不會因此不降 不知道 所以這是我們要去注意到 那另外一方面 大家想說那政策金價應該要上去吧 每次有戰事的時候 不是金價 可是你看到這兩千七的金價 尤其現在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看一下金價現在已經跌破兩千四了 為什麼 因為美元上去了 因為走勢相反了 對 上次敲敲板 所以這都是大家接下來你要去注意到 尤其是通膨 是我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對 排股在這一波修正創下 實際上最慘之後 就請教主老師 反而大家進去買這個高股息的ETF 對 你看到八月五號 那天殺成這樣子 對 敢買的 到現在真的都賺到了 所以你看到新聞告訴我們說 那一天很多投資人去買零股的台積電 一天之內 居然買了一千五百四十萬股 等於是一萬五千張 除了那個之外 你再看到買ETF買了三百二十七億 那到底在買什麼 來 我幫大家整理資料 這個是累積到昨天八月六號的 所以就是說 注意 我這邊是以整個八月份 是不是跌 不是只有八月五號那一天 基本上一路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我是根據什麼 規模最大的ETF的前十名 結果你看到 居然只有一檔是被賣的 其他都在賣 對 買最多是0050市值 不是最多是它是規模最大 但是買的這個比例是這樣 所以你看投資人買什麼東西 剛剛斐宜提到的 高股息的確實很多 九二九 對你看高股息確實很多人買 可是你看到市值型的照樣有人在買 再來保守一點 譬如說像外資 覺得哎呀 好像要降息 那我就去買站 尤其要降息的 所以你看到外資 在當天的時候 前三名買超都是在 就投資人來說也確實是這樣子 也是很多人都在買 那周老師到底買哪一種好 其實回歸到你的投資屬性 因為你說好 這一波這樣子連兩天反彈 可是你看到台積電也好 或整個大盤也好 距離起跌點 注意起跌點是七月十一號 距離起跌點還差很多 我覺得都有機會 當然因為短線波動 而且變數很多 我們剛剛說可能二十小時 就有站遮發生 所以我會覺得藉由買零股 或者說ETF 因為它是易燃子的投資標的 所以比較分散 尤其是你說高股息 為什麼搭搶進買高股息 最主要是因為高股息的 都是相對穩健的標的 我們不是說買0050不好 可是大家也知道台積電 漲就漲很多 跌也跌不上 他的台積電產品比較高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積極的 你當然可以去選像台積電0050這種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較穩健的 所以你看到 這個不就是最近都很夯的嗎 對不對 這些都是最近超夯的高股息ETF 所以投資人 如果你擔心說 未來還有可能下跌 其實你去買這些標的 可以穩穩的比較不會 就相對抗跌 更重要的是有配息 那這一波比較抗跌了 美債ETF還可以賣嗎 美債ETF只要是現在確定會降息 尤其是美國傳染已經 九月不是會降而已 有可能降兩碼的話 表示還有空間 所以說這一波你看到 包含的外資 包含的台灣的投資人 也都在搶進 所以要買什麼 回歸到你的投資屬性 我們今天休息 想要稍後來看到 七月的CPI年增 百分之二點五 二已經是近五個月的高點了 這樣的情況還會再延續